传统的介络里面一般都是这样 要么就是栓塞 要么就是动脉内灌注 那么栓塞是什么呢 栓塞就是某一种颗粒 到一根微血管 或者某一血管里起 我这个颗粒比这个小血管 直径还大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小血管给堵死了 堵死就把这个肿瘤的血供 掐断 这是它的目的 但是它的缺点呢 它这个颗粒到 导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不可能继续选择 那么有很多正常的毛细血管 那样的话 这个酸塞剂 不单把肿瘤血管酸塞 而且把这个正常组织也酸塞 所以会有很多病发症 所以呢 像肝脏 我们现在主要的酸塞呢 主要是肝脏 肝脏呢 它有两套血管 一个是门筋脉 一个是肝东脉 你哪怕把肝东脉全部掐断了 它这个肝脏也不会坏死 因为它还有门筋脉 那么其他的任何组织呢 它没有 没有这种双套血管 所以呢 酸塞的应用范围比较有限 一般都是在肝脏上 那么就是 为此它 介入科经常用这灌注 灌注呢 它不是酸塞剂 它就是个溶液 化疗药的溶液 也很高的浓度 到接近这个肿瘤组织去 就把这个动脉内 把这药灌进去 那么它这个浓度比较高的 这是它的优点 也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的缺点呢 它很快这容液就全身都跑了 它停不住 停不在这里 所以它打不到长期持久的一个高浓度化疗的作用 所以它的这个缺点 两个 一个是灌注 一个是酸塞 都有缺点 那么我这个纳米化疗药呢 它把 我就把这个化疗药做成一个纳米级的大小 它还是有颗粒的 但是这个颗粒一般在纳米级别 它拴不住这个正常磨细血管 正常磨细血管一般都是六个微米左右 那么就是说这个纳米颗粒呢 比红细胞还要小得多 那么它堵不住这个血管 所以它不会有病化症 但是它到这个肿瘤组织 它为什么肿瘤某细血管能停住呢 它肿瘤组织的某细血管呢 它有特点就是它的内皮细胞间隙 是不连续的 它有很多间隙 那么就是纳米级别的这种颗粒呢 它有渗出去 它可以渗到肿瘤组织里 肿瘤组织之后呢 带动肿瘤组织的生抽压增高 这样的毛细 肿瘤组织毛细血管的动静脉端的压差 就变得小了 因为这个肿瘤组织的压力高了之后 它压回来 压回来 从静脉端压回来的话 抬高肿瘤毛细血管的静脉端的压力 和这个动脉端的压力相差消失 这样的话 这个肿瘤毛细血管呢 不流动 那么我渗出气的又是夸溜药药 所以它能做到 长期选择性的停留在这个肿瘤组织内 那么正常毛细血管呢 它哪怕导管不能超前 它都流出去了 它不会栓塞 也不会出现一些冰化症 这是纳米介入的一个优点 OK 很好 那么就是像刚才这个病人 有线癌 它转移到肝肺 那么双侧肺都有这种 这个肿瘤组织 肿瘤块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七碗动脉 虽然也小心地做酸塞 但是基本上都是明教海绵 明教海绵颗粒很大 它只是算比较大的血管 这样的话 它肺组织也不会引起坏事 也不会酸塞继续动脉 那么像点油这种 很微小酸塞机的话 它引起很多病化症 解汤啊 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国内大部分医院 都不做这个 脂肪动脉栓塞 因为脂肪动脉栓塞 也有很多病化症 这个必大于利 但是呢 像我这个纳米级别的 这个滑溜药呢 它就没有这种副作用 任何地方都可以打 像这个脂肪动脉 刚才看到了这个病人 右侧 右侧 都给打了 噪音 一噪音看到这个肿油染色 这肿油染色看到之后呢 我打纳米花雕药 再做噪音 你看那个染色就是明显减小 有些病人就干脆消失 我其实我没有算塞 但是呢 它已经把染色消失 这就是一个比纳米花雕药的 这个纳米介络的这个优点 打之前 打之后 那么就是 它这个黑的这些染色啊 那些血管 原先要减少了 两个对比的话 这个要减少 这就是我的目的 OK OK 很好 那么就是像刚才这个病人 无线癌 它转移到肝肺 那么双侧肺都有这种这个肿油组织 肿油块 那么就是这个这七碗动脉 虽然也小心的做酸塞 但是基本上都是明胶海绵 明胶海绵颗粒很大 它只是酸比较大的血管 这样的话 它也肺组织也不会引起坏事 也不会酸塞解决动脉 那么像点油这种很微小酸塞机的话 它引起很多病化症 结汤啊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国内 大部分医院都不做这个肢肺动脉酸塞 因为肢肺动脉酸塞 也有很多病化症 这个必大比例 但是呢 像我这个纳米级别的这个 好疗药呢 它就没有这种副作用 任何地方都可以打 像这个肢肺动脉 刚才看到这个原来 右侧都给打了 照应 一照应看到这个肿油蓝色 这个肿油蓝色看到之后呢 我打个纳米好疗药 再做照应 你看那个蓝色就是明显减少 有些病人就干脆消失 我其实我没有算塞 但是呢 它已经把蓝色消失 这就是一个比纳米 好疗药的这个纳米介络的这个优点 好疗药的这个肿油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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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mee 海杉矿土的这个肿油蓝色 好疗烟 su día 好疗药的这个肿油蓝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